無關是漫畫也是動畫 對以前到現在都陪伴很多人做會生長 這次說到中華生活美學館 就跟台中期漫畫中亞林文寺的工匯來合作 基板慢慢創入台灣漫畫特展 電出15位漫畫家的作品 歡迎鄉親擁有節目參觀 台灣的漫畫侵襲日本的影響 所有漫畫的風景都是調香日本化 但是這幾年來台灣的漫畫三月很發展 已經可以外銷到日本 這次國立中華生活美學館跟台中期漫畫中亞林文寺基板的漫畫特展 就是希望可以將台灣這幾年來漫畫創作劃用工大 協會理事長表示 這次就是希望能讓人主一體經驗和熱量 到經驗交流和團成 在彰化生活美學館舉辦了漫漫長路的台灣漫畫特展 希望各位來參觀的人可以體驗到 其實漫畫是充斥在我們生活中各個題材各個角落 讓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漫畫是非常多元化的 我們這次的展出有什麼特色嗎 這次的展出主要是針對說 針對台灣有很多漫畫家這個部分 讓大家來觀看熟悉一下 就是漫畫它是可以運用在生活各個領域 比如說教科書 還有一般的傳統漫畫 手機漫畫的條漫 甚至連飲料 或者是工具書 它都是由漫畫去把它構成的 還有漫畫製作的過程 還有漫畫的運用等等 那現場也有很多可以和漫畫人物 互動體驗的設計 那非常精彩深入前出 那也可以更深入我們台灣 深入的了解我們台灣漫畫產業的發展 那歡迎大家來觀賞 這次的展覽當中幾位都漫畫的設計 不能夠了解各種漫畫完熟到三體過程 更能夠漫畫內裡加起來非常 歡迎鄉親到中華生活美學館來分享 新中華新聞北邊林中華 蔡宏波德